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今天是我们基础班的第五天 今天内容主要以VRM编辑器为主 那么按照规划 我们今天分为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先来去介绍一下VRM 后面的话是三种模式 然后就是我们相关的VRM操作 最后再去补充一些和VRM相关的 就是经常常用的一些功能 那么先来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 关于VRM的介绍 首先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笔记的标题 有个标题叫编辑器之神 VRM编辑器 在互联网这一块 就是跟电脑经常接触的这些人 比如说运维或者说开发 这两个岗位跟编辑器接触的比较多 编辑器有两个比较出名的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称之为编辑器之神 VRM编辑器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桌面上的这个 就这个 这个呢叫Sublime Sublime呢这个编辑器呢也很好用 而且这个编辑器呢是跨平台的 既在Windows下可以用 也在Ninium下可以用 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神的编辑器 这俩编辑器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用的俩编辑器 一个呢是Ninium下的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跨平台的这个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呢 咱们做这个运维可能还要好一点 要是做开发的话 要是做开发的话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编辑器 因为这个编辑器呢 它比较小 就是属于量级比较小的编辑器 但是呢功能特强大 功能比较强大 所以后面的话 等我们今天课程讲完之后呢 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Sublime编辑器 如果以后有兴趣 也可以尝试着去装一下 第一个标题呢叫VI介绍 那为什么上面是VM 先要去介绍VI呢 这地方要说一下的啊 这个VI编辑器呢 是所有的Unix 以及Ninux系统下的标准的编辑器 那为什么要提到Unix 因为我们Ninux的前身是谁啊 用那个词啊 所以说还得提到一下它 VI编辑器呢 是我们所有这个编辑器的 所有超级系统的一个标准的编辑器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 它有个NodePad 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NodePad NodePad什么东西 NodePad之前给大家看过一次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类似于它 就属于系统自带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自带的编辑器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 Windows的这个编辑器很强大呀 好像没发现 反正我是没发现的强大 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新建直接就出来了 其他的真没发现有什么强大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东西呢和VI相比的话 差距就有点大了啊 那由于呢 UNIX及UNIX的系统 任何版本 VI编辑器的命令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句话 我们不管呢 在哪一个版本里面 VI编辑器 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在后面的话 我们这地方学了VI编辑器之后 或者说VI编辑器之后呢 以后你在其他系统里面用 不管什么版本 你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得把命令记着啊 这个是大型题 你别学了 把命令忘了 然后换一台电脑 你肯定还是记不住 所以以后呢 在其他任何地方呢 只要你看到了有关它的东西 那VI编辑器的话 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用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的啊 它不可能说随着这个 操作系统的变化 然后导致说你不会用了 不会这样的 VI编辑器呢 也是UNIX中最基本的一个 文明编辑器 学它之后呢 我们以后的所有的操作 你就基本上是操作模组了 尤其是在终端中 尤其是在终端中 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尤其是在终端中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VRM它是干嘛的 它就是个编辑器嘛 是吧 那编辑器的话 在我目前的这种状态 我如果说我不会VRM 我能不能这么来呢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文档 我不会VR编辑器 没关系啊 我直接编辑 这样行不行啊 可以是吧 但是以后你没有桌面了 这样还行吗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这地方这句话很重要 尤其是在终端中 因为以后咱看不到桌面 以后的所有操作都在终端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一个拼机器 是很有必要的 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前面咱们说过 Ninux一切接文件 文件你肯定是要操作文件的 你操作文件 你肯定要有编辑器 所以离不开编辑器 这个呢 是关于VR编辑器的介绍 那这个VR编辑器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 VRM有什么关系呢 那后面呢 咱来说一下关于这个VRM 那么VR和VRM呢 都是Ninux中的编辑器 都是Ninux中的编辑器 那不同的是 VRM比较高级 VRM比较高级啊 相比较的是 VRM要高级一点 可以视为是VI的升级版 VI使用于文本编辑 但是VRM更适用于Coding Coding是啥呀 对了 就是写代码的 就是写代码的啊 就是更加适合 做这个Ninux下的变成开发 比如说 搞这个Java的呀 搞这个PHP的呀 它呢 就更加适合使用这个VRM了 但是我们开发吗 咱前面不是说过吗 有个叫运维开发是吧 还有就是 你要不要写这个脚本呢 要的话 那不是写代码吗 所以更加适合用这个VRM嘛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去选择去讲那个VRM 那但是如果说你学会了VRM 会不会用VI呢 绝对会 VI里面的命令 VRM都有 VRM里面有的命令 VR里面不一定有 因为它是升级版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看的 其实看的是VRM 但是VI呢 其实相当于也是顺带看了 因为呢 它是技术版嘛 我不看的是高级版 高级的会了 技术才不会嘛 所以这边的话 这是两个关系啊 它呢 是一个升级版本 主要是用于这个文文编辑 但是呢 VRM呢 它是更加高级点的 适合携带码的 就是适合扣定的 那么VRM呢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重点啊 VRM的重点 主要呢 就是我们这个光标的移动 然后呢 模式的切换 删除啊 查找替换啊 复制粘贴啊 撤销啊 这些命令的使用 如果说你把这些命令 全部搞回了 那OK 那后面的话 一些基本的操作 我们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啊 其实这些操作呢 也是我们正常编辑 或者操作一个文件的一些 基础操作吧 这些操作肯定是少不了的 至于其他的一些高级操作 或者辅助操作呢 那以后呢 真的是看需要了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可能用不到 所以今天呢 这些操作啊 一定要搞回 那包括后面的扩展内容 不会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前面的这些几个 标黄的啊 一定搞回了 这是今天我们要的一个目标 这些东西肯定得背 前面呢 是关于这个 VIM的一个介绍 了解一下 再次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